來來來來 阿鳥耶 可是這間不會噴汁 怎樣有了是不是 一點點一點點 這間的小籠包真的是小籠包耶 今天要來吃一間 位於湖內的一間小籠包 這間小籠包在我們那時候去拍 湖內美食 就是禮藝那一集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網友說 一定要來吃吃看這間小籠包 說他們上班的時候是一定必買的 我說哇真的假的 而且它只賣早上喔 而且純手工製作很快就賣完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吃吃看這間小籠包 到底是比較好吃嗎 好啦廢話不多說 我們let's go吧 go 我們買到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 阿鳥味 可是這間不會噴汁 怎樣有了 一點點 這間的小籠包真的是小籠包耶 怎樣說 就是我們記憶中的小籠包 我們上次去安能區有一間那個 美味小籠包 它那個小籠包啊 就是你根本不會覺得它是小籠包 它根本就是湯包的那種類型 它的小籠包就是那種厚皮的 然後吃起來就是肉扎實這樣 就是你不會覺得它難吃啦 但是我會覺得吃多一點的小籠包更喜歡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超燙 蒸餃 你的蒸餃剛剛就架了 看到架了 你保險喔 你看它這邊手工包的位置啊 不會讓你感覺很厚 哇 它現在沒有得到要講 嗯 好吃 跟餃真的很好吃 得到現在就是這個 每年三四月 不是三四月啊 八月 七八月的時候 才有了神包 來來來來 它是素的嗎 素的素的 素食的 你可以吃 裡面有素火腿 紅蘿蔔木耳 第一隻看到這種餡的 欸它用那種紮實的 加一顆二十塊很便宜 好特別喔 吃素的朋友真的可以來買 這廚藝食物買來吃就很方便 它素火腿好多喔 你看看 它整個都是料 這還不錯喔 但是說實在的 不會像我現在去阿南區那種 會有想要找我去買的醜豆 今天如果在我家附近會常買 還不錯 好啦 這邊把它吃一吃 再來再做個總結 好啦 欸我們吃完啦 說實在的 這間小籠包 我覺得是好吃的 如果在我家附近阿 我應該也會常常來買 因為一顆 欸一顆 剛才是多少錢啊 我忘記了 欸我翻一下我的手機 我剛好拍菜單 這時候騙師叔叔 已經被我靠謠了 浪費我的 一顆是六塊 針腳是四塊 那它這個小籠包不算便宜耶 便宜 其實不便宜 可是每月的小籠包 我記得那時候 它也是好像也是七塊八塊吧 相對起來 我覺得阿南區能夠喝的比較好吃 但是這件事真的不錯啦 如果在我家附近會偶爾買 但它的針腳是真的好吃 欸它的針腳一顆四塊 這樣CP值很高耶 非常非常的扎實 你覺得 你剛才不是有吃 我還沒吃到針腳 還沒吃到 啊小籠包 小籠包我覺得 對啊 你可以講老實話 來來來 就 但我跟你講 是真的不錯吃啦 而且可以知道它的用量 算是蠻扎實 只是因為我們 有點吃到天花板 所以這個 這往下走就覺得 好像有點差距喔 上次那件太好吃了 上次那件真的太好吃了 想要知道的話請回顧一下 好啦 最後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太開啟小鈴鐺 還有什麼推薦的 小籠包嗎 或是針腳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吧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 掰掰